弄到一个叫count if 函数 那今天的话 当然count if 里面也会做 不过count if 我想 如果你上礼拜会做的话 那这礼拜的这个东西应该也不难 首先的话 sum部分 像这边有三次月考成绩 但是呢 我们在这边当然 加上那个比 它比重 这个比重部分的话 有30% 30% 那这个也是40% 如果我今天要算出它的总成绩的话 那当然这个地方 就不是用一个sum可以解决的 变成说两个范围相乘的结果 那当然比较一般性的做法 当然就等于的 等于它的成绩 乘上它的那个比重 加上它的那个成绩 这个成绩 然后乘上它的比重 所以这个地方的关系是 就是直接就相乘 乘上面 那另外向下填满的时候 记得把它的列号 比如说第11列 记得把它锁起来 不过锁起来基本上 通常是 F4的话是两个都锁 不过基本上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它只会增加列号 所以基本上当然 你只要锁什么 锁11就可以了 其实第一不用锁 不过一般当然两个 你两个都锁 没有关系 不过就是说 基本上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这样的 锁11就可以 因为不要让11增号 好了之后打勾 向下直接就完成了 那除了用这个公式方式之外 如果说我今天不用公式的话 在函数里面 有没有什么一个函数 可以做到类似的做法 它的需求 我们需求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把两个范围的相乘 两个范围相乘的总和 帮我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用过类似的函数 在函数里面的话 你可以在数学函数里面 找到一个sum sum底下 再往下找 sum有个sumif 还有个sumif s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它主要 这边有当然相关说明 传为多个阵列或范围 相什么呢 对应的 这个元素乘积之总和 那意思其实就跟我们要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稍微看一下 没问题 按确定的话 你可以把第一个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把第二个范围选起来 那记得一样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把这个范围按F4 当然一样 你再按一下也可以 比较精确的是怎么样 只要锁列就可以了 按确定 把最后的这个下面的部分 把它填满 如果说不要小数点的话 你把它小数点取消 那一样可以做出 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等一下的话 一样 请各位怎么样 不过这种方法 两个方法都OK 不过有方法 你把它转成这样VBA 或者是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但你不一定一键完成 也许你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它选一个范围给你 你就给一个成绩就可以 比如说把它的三个成绩 一起选起来 当然也可以阶段性 选三个 可是赶紧选三个的话 你要做三次 有没有办法选一个范围 直接给它 它帮你怎么样 把结果做出来 那这个叫做制定函数 这边的话呢 需要制定义一个函数 那它的需求就是 完全是量身定做 针对这边而产生这个结果 怎么做 我想VBA前面有做过类似的 不外乎有一个回圈范围 不外乎就是输出到哪一栏 在哪一列 对不对 然后输出什么呢 输出你可以是公式 也可以是什么sample 所以两种方法 可以给公式 也可以给一个函数的这个值 这个这个 一个公式然后输出 另外第二个就是智力函数 这两个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试一下 前面大概做了蛮多 因为今天第五是上课了 所以前面VBA的做法 反正你将来就可以套个公式 如果说有些东西 暂时自己写不出来 没关系 可以先参考我的 那我大概讲一下 那个VBA主要做什么 最好当然最后是要做一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把 这个范围的资料 全部都帮我输出完成 当然以后最好用 大概就一键完成 按下去全部事情都解决了 是最好的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基本上 这个原理原则 前面大概就有讲过了 for I 等于 13到27 所以你大概逻辑上可以这样 就是 就是反正像我写的方法 就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然后呢 写出来就是我要的 这样最好 其实我的程式都是直觉的 都可以看得懂 我想 而且我越写 当然也越不会说写得很物件化 因为很多网路上你们看到的程式 都会用很多的宣告 然后再来去做什么事情 那我当然也可以这样写 不过我发现那种写法你们比较看不懂 那我尽量写的是你们可能比较好看得懂 那至于将来你看得懂之后 你想要再把它写得更近一切 大家也无所谓了 反正你至少还能够入门 不然你们门槛都进不来的话 那后面要写VBA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用这种方式的话 基本上